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我是李國慶 疫情嚴重,經濟放緩,指數成份股全線下跌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再跌711點,收報26,449點 成交繼續多,有1,243億,昨日是1,240億,今天還多了3億 昨日跌789點,今天跌711點,兩日加起來,剛剛好跌了1,500點 兩個交易日,即是,回到暑年,兩個交易日 當然,嚴格來說,如果未立春,其實就不是暑年的 現在還是朱美,即是下個禮拜才立春的 不過,總之現在,照這樣說,都是暑年 兩個交易日,跌了1,500點,事態都非常之嚴重 最主要原因,都是因為疫情很嚴重 會損害內地的經濟,都現在估計都頗深 所以,搞到不單止是港股跌,周邊的股市都下跌 而資金,避險情緒是開始高漲的 不要再看港股,港股等下,還有很多時間再看 我們先看,怎樣避險情緒高漲 昨晚聯儲局議息之後,其實沒有在議息聲明說 新型冠狀病毒這件事情 不過,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在記者會上 被問到,都有提到,可能會影響經濟 其實,在美國都有病例,確診的,歐洲也有 所以,現在都去到全球性了 大家都開始,很安全這件事情 資金開始避險 怎樣避險呢? 看看美國十年期債息 向下跌,就是資金流入債券 息會下跌,避險情緒上升 向上,就是資金由債券流出來 原本,市升得很好 去到2萬9萬 原本,3萬在網 可惜一個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 影響到整個港股的趨勢,就扭轉了 向下,也都搞到全球的避險情緒 開始回復避險的狀態 資金流入債市 十年期,美國債息跌穿1.6厘 已經收在1.56厘 現在是1.56厘的水平 其實都可以說,回到很害怕的模式 因為你看到,其實去年10月 債息升穿了1.7厘之後 有幾個月下落在上高 近期才跌下來 跌穿1.7厘,再跌穿1.6厘 去到去年10月的水平 萬一如果再下跌,1.5厘都跌穿的話 即是都很害怕了 暫時希望不跌穿1.5厘 如果下跌到1.4厘,就極度恐慌 因為去年9月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很害怕 中美馬力戰那些問題 才會去到1.4厘 但現在不要掉以輕心 已經跌到去1.6厘 醫生,這幾天開始說視頻 其實在年29的時候 已經說說疫症恐慌破壞升浪 其實市場一直跌 有些朋友可能會覺得市場見升又說升 見跌又說跌 我其實都再說一句 其實市場有一個趨勢 趨勢是好的 我們當然見升當然是說升 難道市場上升的時候 你說它不好嗎 好像最近市場下跌的時候 難道強行說要升嗎 難道找自己的錢來交票嗎 難道大家不會順勢而行嗎 我有時候不太明白邏輯的 我的邏輯就是市場是要跌的 那當然見跌當然是說要跌 所以大家不要跟市場爭辯 我說過很多次 留得青山在 哪怕沒有柴燒 市場是要下跌的話 你見到形勢 是要判斷形勢 跟形勢做 不是說市場下跌就說要跌 見市場上升就要升 而是你看形勢是向哪一邊 然後說哪一邊 然後跟那邊做 市場都是下跌的 比較淡的形勢 現在還未見到會轉變 雖然技術上高已經連跌了這麼多 有機會出現一些技術性反彈 不過暫時的形勢還未出現過拐點 最快的拐點何時出現呢 就可能要到下個禮拜 因為鍾南山院士就說 28日就說7至10日 就有機會是疫症的高峰 高峰之後有機會回落 看看是不是 他說的7至10日 即是下個禮拜 大概2、3日 開始到下個禮拜尾 就是那個關鍵的時刻 看看是不是那個時候 疫症去到高峰之後回落 如果是的話 才出現過拐點 市場有機會好 好了 未出現過拐點之前 現在看到避險情緒高漲 其實就是大家擔心 對經濟影響是怎樣 中國社會科學院 世界經濟和政治研究員 張明就預計 中國首季的GDP增速 或者會降到只有5% 甚至更低 上半年城鎮調查的失業率 或者創新高 其他的經濟學家怎麼看呢 野村經濟學家 現在綠庭團隊發表報告 2003年沙士 對第二季中國實質的GDP增速 較首季放緩了兩個百分點 野村據上次事件 據此推算 今年首季實質的GDP增長 可能出現實質性的放緩 而且程度大於兩個百分點 即是嚴重高於沙士的情況 好了 其實在之前 都有其他的經濟學家 或者團隊去估計 好像ING的大中華經濟師 彭凱曉 發表報告 預期零售、餐飲、旅遊 這些行業 都會嚴重受到影響 預期全年的經濟GDP 將下跌0.3% 只剩下5.6% 其實今年補錄的機會 如果政府不再 當然它可能會令人刺激 但照現在形勢來看 整個補錄的計劃 是有困難的 因為今年一季度的GDP 剛才都說 很多團隊都去分析 一定是受影響 問題是有多深 究竟是一季還是兩季的問題 究竟疫情持續了多久 當然現在什麼都是言之上早的 所以今天跟大家講的題目 是說疫情損經濟 疫情嚴重 經濟會放緩 搞到怎樣呢 連續第二天 恆子、葛子和紅酒指數成分股 恆子有50隻 葛子有50隻 紅酒指數有25隻 雖然有部分重疊 總之三個指數的成分股 全線下跌 連續兩天都是這樣的情況 非常罕有 因為通常都是很重大的情況 才會出現這些情況 今次都是很重大的事件 就是疫症 在疫症之下 大家看到避險情緒高漲 剛才提到 不單止港股受到影響 其實周邊的股市都受到影響 例如今天 日股跌1.7% 日經指數 其實這條上升軌跌穿了 剛剛今天收在旗下1.7% 如果不能夠在一兩天之內 反回這條上升軌之上 恐慌有一個大圓頂的下跌 韓國股市今天都是跌1.7% 它就較好一點 很少遣守著1月8日的低位 但也不要掉以輕心 因為它已經出現了一個大型的下跌歷口 如果內地股市下個星期 伏市的時候 如果下跌 可能會拖累東北亞區股市下跌 而今天相對最重要的 其實都不是港股 而是什麼 而是台灣股市 台灣股市 所以優市到今天才是第一天伏市 昨天港股第一天伏市 我們第一天昨天跌789點 今天跌711點 兩天加起來跌了1,500點 台灣股市一天之內 就跌回全部的跌幅 給你看看 今天跌5.75% 一枝長身陰竹地砍下來 上高雙頂形態 頸線跌穿了 現在回到前浪前的密集區 差不多接近底部 今天收1141 這個密集區底部 11月11日低位就是11409 今天收11421 是不是差很少 如果11141萬1400區 搜不到的話 跌穿這個密集區 恐慌它進一步大幅下跌 上高又會變成一個沉重頂 都幾不好 現在大家關鍵都是等 下個星期 A股伏市的走勢是怎樣 既然你看得到 港股連續兩天1500點 跌幅 台灣今天伏市 一天就跌5.75% 可想而知 內地股市下 星期一伏市 都是幾傷的 應該會 它一下 可能就回到12月初的低位 上證指數 就250區 滬深300指數 就去到3,800區 可能一開 就已經很低了 港股方面又怎樣 最後都要看回恆子和國子 恆子其實是一個倒營頂的走勢 現在下來 2萬6千5就穿了 下一級都是2萬6千 甚至乎再低一些2萬4千9 不過我覺得技術性反彈有機會出現 但那些就是 昨天都這樣說 有機會技術性反彈 今早早都彈少少的 但很快就沒有了 所以現在就算有技術性反彈 都不要這麼樂觀 如果你是偽高人膽大的 連跌2日15點 而由高位2萬9千1百75 跌到今日最低位是26330 那你說現在有沒有機會出現 技術性反彈 譬如反彈幾百點 我覺得有機會 偽高人膽大的 當然你可能會做薄反彈 不過大部分省會來說 這個都不需要做的了 因為都未去到 見得到 真是明確有反彈的跡象 要等疫情有拐點出現 才是再入市都未遲 順勢而行 對散戶來說 是更加容易贏錢的 現在這些市況 順勢是什麼 是落的 是個勢 不要這麼快接飛都住 那你說 我真的很想有些分段吸納 可以嗎 那可以的 什麼類型的股份 我覺得 譬如說大型的科網股 那些就可以考慮 因為那些 我長遠會好的 但是 對大部分省戶來說 不需要這麼急著 現在可能都還未跌完 那國企指數成分股 也是這樣 國企走勢 因為國企指數成分股 全部都是下跌 所以今天它又是跌得比較多 那也是一個長生陰竹來的 那10400點就失手了 現在前浪底 10200區 現在都在考驗 如果失手的話 甚至乎回到9700這些區域 即是去年9月那些低位 總結而言 其實現在講到 就是怕那個疫症 對那個經濟的影響很深 那所以呢 港股這些 連日下跌 台灣股市 一天就跌了5點幾個巴仙 那下個星期 1A股復市的時候 都應該是幾捱沽的 所以縱使短期 今天期結之後 可能明天有一些技術性反彈 不過呢 大家都不要心急著 都是要等那個 疫症的拐點出現 即是 才能出手 都未遲 好了 今天的分析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